3月31号,我是新增358例新冠肺炎本土的确诊病例和4144例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。 358例确诊病例中,8例是在闭环的隔离管控当中发现的, 330例是在相关的风险人群核酸筛查当中发现的, 20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归为确诊的病例。 那么在4144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,3710名是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的, 434例是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当中发现的。 今天发布的358例确诊病例当中,男性179例,女性179例,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,浦东新区180例,闽杭区59例, 常宁区43例,习惠区20例,鸿口区8例, 黄浦区7例,嘉定区7例,浦陀区6例, 杨浦区5例,松江区5例,凤贤区5例, 静安区4例,宝山区4例, 金山区3例,青浦区1例, 崇明区1例。 那么这358位也是经过专家组的会诊, 结合他的流调,流行病学史, 临床的情况,以及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的情况, 就是诊断为确诊病例的轻型。 那么关于这些无症状感染者的话, 我们这些有关的信息通过上海发布给大家做个介绍。 那么这4144位的话, 也是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和研判,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。